8月14日 李立琴更新了一段视频 她解释了不更新的原因 因为上次的事情让自己非常郁闷 画面中李立琴穿着花衬衣 戴着眼镜 胡子拉茶 状态有些憔悴 李立琴表示 我20多年都在内地拍戏 算是见证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上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在短视频上和全国人民沟通 和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我的心情是和所有人一样 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回台后接受了一个采访 由于台媒曲解了我的意思 把事情的分享给变了 导致很多人看完这段采访后 段章群一疯狂的带劫道 李立琴表示 被人误解后 心情是非常难受的 紧接着 李立琴表明自己的态度 直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弯弯是我的故乡 它是祖国的一部分 没有人不认自己的故乡 不认自己的祖国 随后李立琴提到 因为疫情的原因 没能够回河南老家 给我的父亲上坟 现在的心情都很难受 等疫情过后 我一定会回去弥补心中的遗憾 看完李立琴的澄清视频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支持他 台北一直都喜欢把标题乱写 对此 你怎么看呢